百年朵云轩在推文心游艺,连展,中国画还是等强调文脉。 有百年书画老字号朵云轩自主策划的文心游艺,海上青年画家六人展, 3月28日,起在上海朵云轩艺术馆,南京东路412,2号4楼对外展出, 这已是朵云轩季去年推出,文心游艺,海上青年画家五人展, 后今年再次推出,上海青年艺术家连展,并邀请知名学者, 报仁郑重担任学术主持,同时也展出了郑重的书法作品。 展览现场,文心,出自南朝流血,文心雕龙续致所谓, 福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多指文章或文思, 也是中国文人化气韵的源头与内在要求而, 依人犹异,则强调中国艺术的道之层面, 中国文人化,得重视学养之身追求品格, 之高讲究笔墨之妙,源于两汉未尽士林之风, 始于唐成书于宋远后竹,建成为中国艺术的主流。 虽然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使得中国画面临千古,唯有之便有启示数十年来西式的美术教育, 让中国画尤其是文人化面临危机, 然而作为中国艺术的种, 正在上海年轻一代的中国画家中, 对于文心与笔墨的追求从来带不乏人而, 此次展览的上海六位画家, 也是如此朱中银作品作看《红树纵》以来的历代文人化多位文人之余是, 强调文化修养于超然物外的心境, 颇有意思, 但是此次展览的五位画家背景部同除了一位是专职画家其他, 或从事艺术编辑, 或供职于经济单位或于高校授课或于画院整理史料绘画多时期工作之外, 等于是与爱好从这一角度而言, 对于艺术他们多有着一种真正超越余功力之外的喜爱, 与追求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 八十多岁的知名学者郑仲鱼谢智柳, 刘淡宅等海上大家交往极深, 他说, 这三十年来中国画界有一个弊病, 就是一些卖价很高的画没有一种画家的感情出现, 而这样一批画家画得很好, 很完整挑不出毛病, 但是缺少一种感情的抒发其实没有这种情感, 绘画就没有什么生命力, 而其中文人气息的缺失是最主要的问题。 当下的这一代路子比较宽看得出, 在探索各种风格,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现象, 一些画家已经跳开了工笔细节, 有一批人出不来了, 但也有一批人出来了, 包括更年轻的这些画家, 已经在网文化方向迈进中国绘画的主流真正回, 归到传统不仅仅是工笔细节, 而一定要把文人画容纳进来。 参展画家朱忠民说, 经典是迷人的之所以迷人,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后学者对经典的不断解读后, 学者的解读和阐释与经典一样, 重要有的也成为后来人的经典, 董奇昌的小、中建大青丝王的仿余泥等等, 莫不如是学习经典, 除了心存敬畏虔诚的进入, 研习更需要与其进行密切的对话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对话内容和体会。 邵子久作品局部参展画家邵子久认为, 无论院席画或是幅画各自, 都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 但重要的是遵循艺术与审美之规律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 记忆的精能当然是画家第一要事, 有了表现的手段方会出现精彩的作品, 但只有记忆的重复叠加而缺少艺术的变化和审美的开拓, 那只是匠人的手艺是夫, 画的妙处在于作者的综合素养, 让艺术创意无限。 中国画的古艺与新变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要求, 与侧仲然雅正的格调是中国艺术不变的大道存文心, 者的雅正文心既失百病, 恒生或许中国艺术只要止及待此处, 参展者顾村言表示中国画发展, 到文人画一脉由众画外功夫所谓, 一笔草草, 了以自于, 由众师书修养于笔墨功夫, 其中更有了心性的自在与自由。